欧洲食品和饮料的真实性 源于欧洲数百年的传统产品制作工艺 您购买的每一款欧洲食品和饮料产品 都藏在着丰富而独特的欧洲美食文化传统 你也许听说过香槟、爱尔兰威士忌 和帕马森雷加诺奶酪等知名欧洲食品 为了保护欧盟食品和饮料的真实性 欧盟建立了一个地理标志GI制度 来保护其标志性出口产品名称 地理标志和商标一样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欧盟已注册的地理标志有3300多个 欧盟的质量标志如原产地保护PTO和地理标志保护PGI 向消费者展示了产品的真实性 遵循传统的生产过程 并加强了产区内食品的国际声誉 欧盟的地理标志计划保护了特定的生产技术 产品的真实性以及农业环境条件 产品标志强调了欧洲产品的多样性 并保护了农民和生产者的知识产权 注册为PTO的产品名称 必须与其生产地具有最密切的联系 PGI强调特定地理区与产品名称之间的关系 产品独有的质量、生育或其他特征 主要取决于其地理来源 GI保护来源于某国家、地点或地区的酒精饮品 和芳香葡萄酒的名称 产品独有的质量、生育或其他特征 主要取决于其地理来源 欧洲是世界葡萄酒业的发源地 其尿酒传统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 基于传统的尿道工艺 欧盟优质葡萄酒相遇全球 香槟的生产传统可以追溯到 17世纪末的法国 是欧盟著名的地理标志产品之一 根据欧盟法律 香槟只能用在法国香槟地区生产的酒瓶上 香槟区以其适合生产香槟酒的葡萄品种 以及其生产方法而闻名 这种方法被称为传统方法 橄榄油是另一种具有真实性的欧洲产品 已有几千能的生产历史 欧盟中有7个国家 共计127种橄榄油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GI 足以证明这些橄榄油品质优良 并采用了与产地紧密联系的传统生产工艺 这些著名具有地理标志的橄榄油产品 分别来自意大利 希腊 西班牙 葡萄牙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等国家 贴有PTO和PGI标志的橄榄油产品销售价略高 但也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橄榄油是来自欧洲最独特的产品之一 品种、产区、冷炸时间 都会影响到橄榄油的质量跟味道 从品质上的标志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橄榄油来自什么国家 什么产区、什么品种 跟欧盟的规定 这叫做PTO 2020年9月14日 中国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 该协议向中国消费者介绍了 来自欧盟的优质产品 并保护中国的96个欧洲地理标志产品GI 和欧盟的100个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不被盗用和仿制 因此中国消费者也能在国内 享受到正宗的欧盟食品和饮料产品 源自欧洲的色彩 我们诚真的要请您功夫一场美食盛宴 让我们一起享味欧洲